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发下好语强调 特斯拉将在2030年之前 实现年产量2000万台的目标 足足是去年产量的50倍以上 甚至在网络上面还出现了一张照片 原本预计明年才会生产的皮卡 突然出现在加州的工厂 格外引人注目 造型独特的Cybertruck 竟然出现在特斯拉加州佛里蒙特工厂 疑似要送进厂房进行微挑 照片中的四位员工也都全神贯注 紧盯这台科幻皮卡 但明明这台新款式明年才会量产 难道要提早发布了吗 Cybertruck的预订量目前已经超过了65万辆 订金的总金额达到了6500万美元 足以见得人们对这款皮卡的喜爱 Cybertruck订单满满也要多亏了 执行长马斯克的用力行销 France 你可以试试这枪吗 去年底的发表会上意外砸破车窗 让嘉宾们笑得好尴尬 如今马斯克又在推特上发出豪雨 强调特斯拉2027年到2030年之间 年产量可以达到2000万辆 是去年的50倍以上 甚至可能在5年内就能够达标 也让台湾相关的供应链动起来 像是供应特斯拉电池管理线数的冒连电子 将砸下将近7.6亿元新建厂房 预计2021年底会完工 核大在第三季开始也会加快拉货速度 至于负责供应Model 3车灯的连家 在台湾北美和中国大陆的东莞也有扩厂计划 供应商超前部署 车迷们也迫不及待有机会看到CyberChat提早亮相 东森财经新闻下主刘子腾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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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